从没见过这么风流的和尚 他每次下山花园 都会被一群女人团团围住 这些女施主不但对他抛出媚眼 甚至还想动手动脚 他叫人光 从小就有吸引女人的能力 可这对于一个和尚来说 却十分痛苦啊 为了消除心中的杂念 人光不得不通过禅修来净化自己 他想尽快摆脱这个魔咒 可有的人却十分羡慕 寺内的师兄趁着人光不在 便想替他好好享受一下 结果换来了却是一个大嘴巴 由于人光太受女性欢迎 寺内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 住持知晓之后便禁止人光下山 可是这天 人光在寺里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循着声音找去 他看到了一个妙龄少女 少女借人光找来 羞涩地跑进树林深处 出于好奇人光也跟了上去 少女隔着面具 让人光碰了些自己 可当他摘掉面具之后 人光竟然发现少女没有脸 吓得他连滚带爬跑回了寺里 没想到就连女鬼都爱上了他 从这之后 人光的心再也静不下来 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女人的身姿 佛门戒律也再压制不住他的欲望 最终人光走火入魔晕了过去 第二天住持找了人光谈话 他想让人光直面自己的心魔 只有克服他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住持让人光下山修行 并寻找解除桃花蝶的方法 为了躲避女人 人光远离了村庄 他决定用四海云游 来突破心中的魔障 可是在修行路上 还是免不了遇到女人 人光无可奈何 打算逃进山林 与世隔绝 为了修炼自己的定力 他来到冰冷的瀑布下 不停地念诵国经 以此来对抗心中的欲念 但这并不足以让他保持清醒 脑海中的倩影 如同洪水猛兽般的 将他团团包围 人光不知该如何面对 只能不停地祈求佛祖保佑 他又一次把自己逼疯了 路过一条小道士 人光遇到了一位剑客 剑客一眼就认出 人光就是传闻中的花和尚 人光恼羞成怒 便转身离去 剑客觉得很有趣 于是一路跟随着人光 没过多久 两个人来到一处村庄 他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村口 怀中还抱着一具干尸 于是两个人上前打听 原来在这个村子的后山 有一个专门魅惑男人的女鬼 男人只要见到她 就会走不动路 最后就被吸成一具干尸 村子里已经有很多的男人 因此丧命 于是村长请求两人 用剑术和定力帮忙除掉女鬼 人光一听定力就慌了 自己本身就被女人所困扰 又怎么能和女鬼畅和 于是急忙推脱了 在一旁的剑客却爽快地 答应了村长的委托 但其条件是事成之后 让寡妇嫁给自己 为了给死去的丈夫报仇 寡妇欣然答应了 可谁知剑客前脚刚走 寡妇就忍不住对人光 动起了歪心思 人光下得夺路而逃 她搞不清楚 为什么丈夫尸骨未寒 寡妇就能为她着迷 这样的自己 跟专门魅惑男人的女鬼 有何不同啊 冷静下来的人光终于想通了 她决定亲自会会那个女鬼 她一路追上了剑客 看着追来的人光 剑客大笑起来 他早就看破了人光的心魔 并劝他要直面自己的弱点 可人光却拼命否认 坚认自己是个刺大皆空的和尚 剑客没有反驳 而是转身走进了密林深处 剑客警惕地看着四周 不然把刀砍去 原来啊 这是村里失踪的男性 为了不被女鬼魅惑 竟然亲手挖掉了自己的双眼 这时剑客突然感觉到背后一凉 原来是女鬼出现了 等人光赶到时 剑客早已经变成了一具干尸 女鬼转头开始施展魅惑 吓得人光紧闭双眼 大声地朗诵经文 但这并没有用 女鬼直接向他扑倒 人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他把一切都怪罪于 女鬼魅惑太强 并不断地大喊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直到最后 他的心魔终于击败了信仰 开始反客为主 上时间电闪雷鸣 人光彻底黑化 他成了连女鬼都害怕的魔呀 从那之后 只要人光到过的地方 那里的女人就会莫名失踪 人光变成了一带妖僧 曾经念诵的经文 也变成了古过女人的咒语 屠龙永世 终究成为了恶龙 人的欲望就犹如洪水猛兽 如果不直面面对他 就会变成心魔 遭到反噬 那么你心中的魔又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战胜他呢